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教会的网络时好时坏 相信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也会遇到各种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相信 不管情景如何 神给我们的上面从天所赐的平安 永远会伴随着我们 我们一起来同心地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着你宝贵的救恩 我们可以与你面对面 敬拜你 赞美你 感谢你 并在敬拜当中 主啊 我们领受你所赐的话语 今天孩子特别求你洁净我的口 也打开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 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 使今天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 都蒙你话语的吉利和造就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 神国的工人 是基于记载在《使徒行战》二十章 保罗与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 在米利都画别的感人故事 别离应该是我们人生当中 最让人感慨动情的场面之一 也是很多的电影 电视 文学作品 所描写的场面 我们大多都是飘扬过海来到美国的 相信别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经历了很多次 机场久久地拥抱 火车站站台上 快速地奔跑离去的火车 挥着手 口喊地说 给我来信 当然现在都是高速火车站台 我们都进不去了 可能也很少写信了 不管怎样 别离往往是伤感的 有时候是撕心裂肺 别离的时候所说的话 也是发自内心的 是最诚恳的 今天的故事 发生在保罗第三次宣教的回程上 这是保罗第三次宣教的路线图 我们看最右边 他从耶路撒冷北上到安提亚教会 从安提亚教会出发 向北 向西 经过加拉泰 弗里加等地 来到了以弗所教会 在以弗所待了三年 牧养那里的教会 之后他跨过爱琴海 来到了菲律宾 经过马其顿到达亚该亚 就是今天的希腊 他在哥林多待了大概三个月 之后北上 经过费利比 来到特罗亚 之后从特罗亚一路的水路南下 因为他回耶路撒冷的心迫切 他要在五行节之前 赶回耶路撒冷 所以他决定 不再以弗所停留 直接来到了米利都 米利都跟以弗所这两个城市 大概五十公里的距离 也就是我们这里到芝加哥市中心的距离 因为船在米利都要卸货两天 所以保罗请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 过来他们有一段的化别 保罗在以弗所待了将近三年 跟弟兄姐妹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关系 所以这一次的化别意义也非常重大 保罗又多次的讲道 但是跟教会的长老讲道 只有这么一次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二十章从第十七节开始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王以弗所去 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来了 保罗就说 你们知道 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 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 服侍主 凡事谦卑 眼中流泪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 经历试炼 你们也知道 凡于你们有意的 我没有一样避谓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 当向神悔改 信靠我主基督 耶稣 我们先停在这里 这里保罗回顾了他三年以来 在以弗所教会 跟弟兄姐妹的相处 他在那里头的侍奉 注意没有 他把侍奉教会的弟兄姐妹 称为侍奉主 我们在教会都是神国的工人 都是侍奉主的 侍奉主的工人 应该有怎样的品格呢 他说 首先要凡事前辈 这是首要的 或许也是我们最难做到的 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 骄傲是我最难以克服的 罪之一 刚来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很少去看电影 但是有一个电影的画面 让我的印象深刻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 Driving Miss Daisy 我们看一下这个场面 非常短的一个场面 对我来说 看到没有 你火开得这么大 把脊靠坏了 管你什么事 你来教我 人家走了之后 他悄悄地把火关小 这演员的名字叫Jessica Taney 他把这个人的心理 真是演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回头看看走了没有 咬着嘴唇 表明他心虚 但是又要保住自己的面子 火关小了之后 再回头看看 确保没有被人发现 这个画面给我的印象 我当时我记得 我就立下一个决心 我要谦虚 不能太好面子 但是你知道 人若靠自己的力量 去改变自己的本性 是何等难呢 本性难移嘛 所以多少年过去了 也没有看到 有多少的改变 感谢主 信主之后 圣灵一路的引导提醒 也帮助 我个人也 跟着圣灵的带领 一直在这方面 有所努力 也盼望弟兄姐妹 监视 也提醒 让我能够在 谦卑 克服骄傲这方面 能够有所长进 我记得在 2017年的1月11号 有一个玩岛会 有位牧师的名字叫 以利亚切尔 我也不认得 他的祷告是这样的 他说 主啊 你是自己谦卑的神 谦卑是你所喜悦的 谦卑就是顺服你 谦卑就是承认你的主权 谦卑就是弃绝老我 谦卑就是顺服你 谦卑也能顺服人 谦卑的人能牺牲自己的权利 谦卑的人是你所喜悦的 所以 求你拿走我骄傲的心 让我以你的心为心 让我不活在 嫉妒纷争 分门别类中 求主夺得我的心 完全降伏在你的泉下 阿们 愿这样的祷告 正是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 在教会的事奉当中 在我们跟人的相处 关系当中 骄傲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我们也知道 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很难去克服 让我们一起 依靠神的带领 依靠神的提醒和帮助 我们能够真正地谦卑自己 真正地从心里头说 心里头看别人 比自己强 而不是真正 只是刮在嘴边上的话而已 只有谦卑下来 我们在祷告当中 靠圣灵的引导 我们才能彼此的勉励 同德造就 共同地提高 接下来保罗说 服侍主 他眼中流泪 弟兄姐妹想一想 我们在什么时候 会眼中流泪 相信我们都有流泪的经历 当泪水要出来的时候 哪怕可能在人前 你都不好意思 但是你就止不住 那是情不自禁的 但是那往往是在 怎样的情况下呢 泪水是从眼睛里出来 但是却是从心里头发出的 怎样的心才能发出 让我们流泪的这样的情形呢 那必是充满仁爱怜悯的心 所以工人的品格 第二个是心存怜爱 是因为我们的爱 看到我们的爱的对象 不管是看到他 受洗归主 我们的喜乐 这样的我们的心 会激发我们流泪 还是看到我们所爱的人 在困苦当中 病痛当中 我们替他着急而流泪 或者看到我们所爱的 他固执 我们替他着急 我们说服他 但是他又听不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心里交集的心 也会使我们流泪 保罗 其实在新月当中 记载了很多他流泪 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情形 他能够流泪 为弟兄姐妹祷告 反映了他 愿人人都能听到福音 他作为福音的使者 他讲的话 别人能够听进去 他深深地爱 那些还不认得基督的 那些外邦人和犹太人 他跟提摩泰也有这样说 提摩泰四章二节 有这样的记载 他说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他是为灵魂 爱灵魂而着急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五节 记载 耶稣 哭了 这最短的经文 其实他抛海的内容 是相当地深刻 耶稣基督 因着人们不认得他 人们的眼睛昏暗 心里混沌 一直把他以为 本来耶稣基督 不希望的那种的形象 所以他焦急 他爱那些人 爱使他流泪 耶稣也教导我们 要尽心尽性尽义 爱主我们的神 也要爱人如己 这是一切法律的总纲 彼得也教导我们 他说有了前进 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还要再加上爱众人的心 只有在爱中 我们才能真正成为神国的工人 为主做工 所以让神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都心存恋爱 我们一起在这里建立 为神做健身 第三 我们从保罗身上看到 神国工人的品格是 坚忍刚毅 经文说 保罗因为犹太人的谋害 他经历试炼 纵然经历试炼 他竭力地传扬福音 他不管在遇到何种情况下 他心里头的爱 那种为福音迫切的心 永远没有改变 所以他可以做到 面对危险不惧怕 面对苦难不气馁 面对挫折不灰心 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 他特别有这样的描述 他说我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 一夜一昼在深海里 由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露体 除了说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哇 他承受怎样的压力 但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我们看到他更加的坚强 危险当中 他更加的坦然 他坚然 刚毅 竭力 完成主的嘱托 为我们立了很好的把揚 最后我们看到 保罗他光明磊落 全然 全新的为人 全身为人 在二十章 二十节 圣经讲 他说 凡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 闭尾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注意 他这里特别强调 凡与你们有益的 只要与众人有益 其他的都可以置之度位 其实二十章二十节 这也是基督徒 我们基督教伦理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做事 我们说话 是只顾我们个人的意识之快呢 还是全新为人 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 也曾有这样的教导 说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愿我们所做 所说 真是能够造就人 说造就人的话 做事情也造就众人 我经常在想 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们弟兄姐们相处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弟兄 他的行文 可能不是太合适 我会不会以爱心 直接跟他交流 这样其实对弟兄是有帮助的 还是因为害怕得罪人 害怕别人看我 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 不去说 或者更有甚者 背后去传言 这样的话 非旦不能建造 反而毁坏 愿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 有同理心 想想 这件事情做出去 话说出去 是否有助于建造众人 我们做事要全心为人 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 二十章 二十二节说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肾迫切 原文作心被捆绑 不知道在那里 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说有困索有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 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他这里说 行完我的路程 这里行 原文其实是跑的意思 跑完这一段全程 保罗经常以运动员作为比喻 来形容他 他这个心的迫切 他要跑完这一段路程 心被捆绑 表示圣灵在催逼他 那是从神而来的使命 这使命就是要成就 他从主耶稣基督 所领受的执事 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在当时 我们相信这个使命 可能也包括 他刚从马其顿 雅盖亚 那宗教会那边 好多弟兄们 弟兄姐妹所奉献的款项 他要迫不及待地 把这些款项带到耶路撒冷本会 在当时使命也有这一项 他在罗马书第十五章 有详细的记录 也说明他为什么这样迫切 从这段经文 其实我们看到 保罗现在这一段路程 或者说我们神国公认的道路 至少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他有清楚的呼召 他有个意向 他前面有个标杆 他清楚知道 清楚知道奔跑的目标 他知道自己做什么 为什么而做 第二点 他不知道这条路上会经历什么 有很多不定的因素 可能有试炼 有危险 甚至有患难 都在等待他 其实二十一章也有弟兄劝保罗说 你不要去耶路撒冷 你到那去会有危险的 第三 没有捷径 他是必须走的一程 保罗知道是圣灵催逼他 他必须甘心地顺服 步步地跟随 没有捷径 保罗为什么能够坦然地 毅然决然地去走这条路呢 其实他这个地方自己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为了完成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他能够坦然地去面对 他在其他的书信上 其实有很多的说明 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 他这样讲 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在六章八到十节 有这样的说 他说荣耀羞辱 恶名美名 似乎是诱惑人的 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所知 却是人所供知的 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 似乎受责罚 却是不致丧命的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阿们 正是因着这样的信心 这样的呼召 这样的异象 保罗他可以面对捆索 面对患难而勇往之前 他深知神是他的依靠 他也知道他不孤单 一路上有神的带领 在这里也显明了 我们神国工人所行的道路的 第四个特点 就是主恩相伴 他跟我们同行 也正因为这四个特点 注定了我们神国的工人 与世上的人所走的道路 是截然不同的 面对艰难险足 其实可能存在不同的情形 我这列举几项 武松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但是这显示的是他 个人英雄主义 我们知道当他后来 逐渐地发现 真的有老虎的时候 他心里头其实非常害怕 甚至都想回去 但他想 哎哟 我回去 别人怎么看我 所以为了顾忌自己的面子 硬着头皮而上 这其实一种 自我的 就是一种比较低层次的假勇敢 杨子荣 这是临海血缘 小说临海血缘里头的一个人物 讲的是在东北打土匪的故事 文革期间 智取威虎山 被改编成样板戏 明知征途有艰险 越是艰险越向前 这个是杨子荣他唱腔当中的两句话 表明他为了劳苦 大众的解放 为了共产主义 他可以丢弃一切 他只身一人打入肥虎 这好像感觉比武松要高尚一点 不是为他自己 为了一种信念 但是信仰的对象 决定了信仰的价值 再说一遍 信仰的对象 决定信仰的价值 杨子荣他信仰的对象是什么 仅仅过了几十年 今天还有几个人 继续持有这样的信仰 还有几个人 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 我们看看那些贪官 看看那些腐败 就非常清楚了 我们最近在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 他里头引用了拉坦修斯的一句话说 宗教若不与真理联合 就是虚亡的 要与真理联合 真理 什么是真理 保罗 因着他认识主基督 基督就是真理 道路 生命 保罗的生命 完全地不一样 有几节经文 我们可以更深地来体会这一点 他在 21章13节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基督 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 说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 道觉快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费利比书三章第七节 他说 只是 我先前以为 有意的 我现在 因基督 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 当作有损的 因为 我已认识 我主基督 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 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 得着基督 三章十三节说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 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灭钱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 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 招我来得的奖赏 我想不必多列了 这些经文 已足以 给我们活生生地 展现一个 神的仆人的形象 他充满信心 充满盼望 持守真理 勇往直前 Pastor Marlow 是我们教会 多年来 支持的 在泰国的宣教士 2008年的时候 收到过 他一个email 他那时候 刚到泰国 不到两年 一年多一点 他有四个孩子 1358岁 四个孩子 因为刚去 孩子对那边的环境 不适应 天天地哭闹 天天地以泪洗面 这对Pastor Marlow的 侍奉 造成了很大的挑战 他 在一秒里头讲 我侍奉的路上 前面还会遇到 什么的困难 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我知道 孩子 今天的泪水 必转为明天的欢笑 阿们 从保罗 到历代的宣教士 到今天 神众多的仆人 他们的见证 真的就像云彩一样 环绕着我们 也激励着我们 其实 这一切是偶然的吗 不是的 我们看我们的主 路加福音9章51节说 他定义 向耶路撒冷去 他去干什么 他非常清楚 他去 会遇到什么 那是去送死的 弟兄姐妹 他有没有挣扎呢 他有的 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有痛苦 他身上被鞭打 被钉着之后 非常的痛苦 但是 他毫无保留 他完全顺服 父神的旨意 路加福音22章42节 记载他在 科西马尼园的祷告 其中有两句说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菲律比书第二章 基本上总结了 耶稣基督 他所行的道路 他不坚持 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 反倒虚极 取了农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饰养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 作为第一个宣教师 为我们 树了一个鲜活的榜样 带着无比的恩典 他从荣耀的天庭 降到伯利亨 卑微的马草 经过科西玛尼 走向了哥哥他 为我们舍命 为我们受死 他没有怨恨 没有苦毒 他默默无声 甘愿赴死 在他最痛的时候 他说 主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他为爱 来到世上 为爱 走上十架 这是一条爱的道路 这是一条牺牲的道路 这是一条 十架的道路 这是一条 我们神国的工人 都必须跟随的道路 十架窄路 是我们公日 要跟随耶稣 所走的道路 我们看今天 最后的一段经文 圣灵令你们 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自己谨慎 也要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 用自己的血 所买来的 我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暴的豺狼 进入你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 也必有人起来 说被谬的话 要迎 又门徒 跟从他们 所以 你们应当警醒 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 劝谏你们个人 如今我把你们 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 这道能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德基业 我为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这两只手 常供给我和同人的虚用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辅助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保罗说完这话 就跪下 同众人祷告 众人痛哭 抱着保罗的景象 和他亲嘴 叫他们最伤心的 就是他说 以后我不能再见你们面 那句话 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这个场面 好像就活生生地 展现在我们面前 叫人动容 深受感动 保罗的话语重心长 他就要离开 曾经三年日夜 在一起的弟兄姐妹了 他以后 他说再不能见面了 事实上 他们以后真的也没有见面 不能够再在一起 同为主做工了 带领以佛所教会的重任 将落在这些长老身上 所以保罗 这是从内心里 来跟他们说这些话 保罗这是对当时 教会领袖所说的话 相信也是对今天 我们神国的每一个儿女 我们的每一位基督徒 所讲的话 保罗说 你们要格外地谨慎 我们的侍奉 是谨慎 谨醒的侍奉 谨醒 谨醒的侍奉 其实在我们今天 这个提醒也特别的重要 我们知道 会有各样的 是是而非的说法 来搅扰我们 保罗说 有凶暴的豺狼 进入你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这是从外头的困扰 搅扰 保罗也说 就是在你们教会领袖中间 也会有人起来说 被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 所以我们可能面对 从教会外 嫩的搅扰 我们在这样的搅扰当中 怎样才能有这样 谨醒谨慎的这样的心 能够在搅扰当中 立定我们的心智呢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世界也有各样的 不管是政治 还是自然 都对我们每个人 有不同的影响 因着这些影响 我们的看法 可能也会不一样 我们让这些相异的东西 形成我们的纷争 以至于我们不合 还是我们可以在主里 寻求真理 警醒事奉 尽管在这样的分歧当中 我们仍然能够同心合一呢 所以前提就是 我们必须追求真道 认识真道 扎根真道 守住真道 这是我们在各种面前 不被搅扰的根基 所以感谢神 我们也看到 最近几个季度 弟兄姐妹 追求真理 渴慕神话语的心 尽管疫情让我们 有很多的不便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网络 好多弟兄姐妹 积极地参加主日学 也有很多弟兄姐妹 参加这个基督教 这个文献的阅读社 通过不同的方式 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 深深地扎根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以至于我们可以 谨行谨慎 在各种的搅扰当中 能够立定地站得住 接下来保罗说 我如今把你们交托 神和他恩惠的道 把你们交托给神 和他恩惠的道 弟兄姐妹 这一点相当重要 我们任何时候 都不能依靠自己 必须信靠顺服 把我们自己 交给神和他恩惠的道 我们只有信靠顺服 来跟随圣灵的带领 在祷告当中 我们的侍奉才会有意义 保罗也说 这道能够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德基业 一切成圣的人同德基业 所以它是一个 造就众人的侍奉 怎样才能造就众人呢 其实这跟我们刚才 所分享的工人的品格 是密切相关的 要有一颗全心为人的 这样的心 所以这里我就不多展开了 最后我们看到 保罗以他自己作为榜样 来勉励我们 勉励我们在神的家中 应该怎样行 他说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辅助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师比兽更为有福 这是他最后的劝勉 他们就要离开分别了 保罗这样的话 是最真挚 最掏心窝的 你们的侍奉 是辛勤付出的侍奉 我给弟兄姐妹描述一个场面 一个非常漂亮的房子里头 有两个人坐在舒适的沙发上 聊天 喝咖啡 厨房里有两个人忙碌着 端茶 伺候着他们 他们有什么区别 可能会有不同的可能性 但是有一点 我想是非常有可能的 喝茶 坐沙发 聊天的是客人 厨房 忙碌 伺候的是主人 主人 这个房子是主人的 客人只是临时在这待也待而 客人来这里是消费的 主人在这里是侍奉的 我们在我们的教会 想想我们是客人呢 还是主人 我们是来消费的 还是来侍奉的 我有参加一个中国祷告网 我相信我们教会 可能也有弟兄姐妹参加这个中国祷告网 就是每个礼拜 从中国那边的同工会发一个email 告诉大家这个礼拜 为中国的哪些事项来祷告 在9月8号 今年9月8号的那个email当中 特别提议 要为国内的游离基督徒祷告 往往那时候 因为它是一周的 每一天的祷告 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但是那个周 每一天都为游离基督徒来祷告 在国内 游离基督徒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什么是游离基督徒呢 就是因为他们对教会的一些制度 或者教会的某些做法不满 就离开了教会 就是寻找可能适合自己的教会 他们以这个考察的目光 游离在不同的教会之间 也有一些是可能从外地 国外啊国内搬过来的 他们在寻求教会 也是在不同的教会之间穿梭 所以因为是游离的缘故 他们不可能参与教会的任何侍奉 也不参加小组祷告会等等 所以这个现象就是 主日崇拜的时候 教会的人可能很多 但是真正参加侍奉 真正在团契里头 弟兄姐妹有彼此很深的连结的 这样的人确实很少 所以那个周 我们要特别为这些基督徒祷告 原因是因为这些游离的基督徒 因为没有有规律的教会生活 他们的灵性几乎是不成长的 是完全停滞的 所以神国的工人不能停止侍奉 没有侍奉就没有成长 真正的侍奉是付出 是给予 是要给出去的 主耶稣曾说 举目望田 看庄稼熟了 要收割的庄稼多 但是做工的人少 让我们真是行动起来 这个月也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 这个主日是十月份最后一个主日 但是我们不能停在这里 我们行动起来为主做工 把我们的时间 精力 金钱都能够给出去 因为这样心情付出的事奉 就是给出去的事奉 感谢主我们教会社区关怀中心 有一个事工好像叫2035事工 是吧 就是基于今天的经文 20章35节 就是要 辅助软弱的人 施比瘦更为有福 从我们的社区开始 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教会社区服务中心 跟Morning Star Juliet联合 最近这里一个礼拜 我们还鼓励弟兄姐妹 奉献一些罐头的蔬菜食品 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施比瘦更为有福 所以真是也盼望我们 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从身边做起 积极地传福音 努力地奉献 我们可能还有很多 为我们的宣教认献 也弟兄姐妹还在祷告当中 愿在祷告当中 也思想神的心意 我们一起来履行 神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相信流泪撒肿的地 欢呼收割 Amen 所以愿我们以保罗为榜样 时常地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在教会 是侍奉呢还是消费 是主人还是客人 是教会合一的润滑剂 还是引起纷争的催化剂 我们的所作所为 是建造还是毁坏 我时常地提醒我自己 也派网站地提醒 成为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共勉 就是在教会里头 我都愿意多一些付出 少一些抱怨 多一些实干 少一些空话 多一些火热 少一些冷淡 多一些鼓励 少一些指责 这样我们弟兄姐妹 真正能够在这里 建立基督的身体 来荣耀他 求主帮助我们 激励我们 建造我们 也福兴我们 使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最后做一个 简单的总结一下 保罗其实在这个勉励当中 所含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看到他所讲 神国的工人 应该有怎样的品格 我们走的道路 是怎样的道路 我们在他的家中 该付出怎样的行动 其实稍微细看一下 这些都不是独立的 都互相联系的 如果没有凡事谦卑 就不可能信靠顺服 如果你没有慈爱 心存恋爱的话 你怎么能够去造就 怎么能够来付出呢 造就众人呢 你如果没有全心为人 更不可能去造就众人 所以在我们做事之前 首先要做一个对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每个人都成为他喜悦的 他可以使用的 神国的工人 感谢主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借着保罗 他给我们的劝勉 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 也让我们看到 我们在神的家中 该如何行 求主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 靠着我们自己 是不行的 求主你 让我们真是有一颗 谦卑的心 跟随你 让我们的教会 能够因着弟兄姐妹 同心合一的付出 在这高举实价的旌旗 让我们与荣耀都归给你 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